上期我们讲到杨玉桓命丧马威波 玄宗一路向南进入了蜀地 同时命令太子李亨北上领虎参与平叹 756年农历7月13日 李亨在领虎登基成立 姚孙玄宗为太上皇 改元智德是为唐宿宗 宿宗继位后 为了统筹大局 调毁了郭子怡 郭子怡一走 史思明则趁机又控制了河北 正在叛军取得优势的时候 内部却出现了问题 757年正月五日夜 安禄山的儿子安庆旭与盐庄 李珠儿串通 刺杀了他的父亲安禄山 自立为帝 年号宰出 757年2月 唐宿宗进驻奉祥 准备全力收复长安 虽然有郭子怡坐镇 仍然大败而归 宿宗只能找回和人帮忙 给出的条件是 收复长安后 回和人可以洗劫长安的财宝和女人 同年9月 郭子怡在回和人的支援下 斩杀6万盘军长安收复 面对回和人洗劫的要求 宿宗又提出 等收复洛阳后就兑现承诺 此后 唐军趁势东进 收复了同关 在陕州大败安庆旭 安庆旭败逃至夜城 而刚刚收复的洛阳 则遭到了回和人的大肆洗劫 洛阳城顿时成为了人间炼狱 758年 朝廷调遣十万大军 围攻夜城 准备一举灭掉安靖旭 然而 就在大战前夕 唐宿宗怕太子礼遇和节度时走得太近 威胁到皇位 毕竟他就是这样抢了他父王的皇位 于是把太子调回 又怕郭子怡攻高盖竹 又将郭子怡就地免职 接下来的局面就是 有九路节度时大军的唐朝军队 却没有主帅 这支军队的实际指挥官 成了监军太监于朝恩 再看安庆旭这边 他感觉自己要小命不保了 于是许诺史思明 只要能来救援自己 就把皇位让给他 唐军提前也掌握了史思明赶来救援的消息 但于朝恩并不当回事 觉得史思明不足为虑 然而就在唐军与安静旭打得火热的时候 史思明亲率13万人马突然杀出唐军大败 安静旭趁机缴获了唐军遗弃的六七万的粮食 危机彻底解除 而在战前对史思明的承诺吗 肯定是不想兑现了 他拒绝史思明的军队入城 并做好了对抗史思明的战略部署 而史思明也不是吃素的 毕竟是和他附近安禄山一个级别的 还能被后背给耍了 他秘密召见安太清 让他诱惑安庆旭出城 安庆旭果然带着三百骑兵去见史思明 结果被史思明处以绞刑 一命呜呼 至此 安禄山父子俩都命丧皇权 拼死打下的江山都是史思明的了 史思明率军进入夜城 受编了安庆旭的兵马 留下儿子使朝义把守向周 自己引兵返回范阳 759年正月初一 史思明在范阳称帝 自称燕王 再回头来看长安城 夜城兵败的消息传回长安 唐廷大为震怒 于朝恩本来就极度郭子怡 他趁机则把夜城之败的责任 推到郭子怡身上 于是郭子怡没有指挥权 却成了这场败仗的主要责任人 他被剥夺了兵权 他的术方军由河东节度时 李光碧统领 759年9月 史思明亲率大军南下 李光碧决定放弃洛阳 但是有封长青和高先知的前车之舰 他又不敢退守同关 只能后退到了黄河北岸的河阳 在这里他大败了史思明 史思明只能退回洛阳 与李光碧隔河对峙 而这一对峙就是14个月 761年 史思明故意示弱 诉讼果然上当 马上追逐李光碧出击 李光碧虽然识破了史思明的伎俩 但顶不住皇帝的压力 只能出兵 他打算依靠盲山的低利优势 与史思明一决自雄 然而 术方军却并不服从他的指挥 李光碧命令郭子怡的老部下蒲固怀恩 依托盲山巨险布阵 但蒲固怀恩却偏偏布阵于平原 史思明趁唐军列阵未定 突然发起攻击 唐军大败 史思明则派长子史朝义向西追击 但进展不顺 于是史思明极其愤怒 在大庭广众之下 骂他是个废物 还要杀了史朝义 立使朝卿为太子 史朝义心里越想越憋屈 最终在部下的怂恿下 刺杀了他的父亲史思明 在洛阳称帝改元显胜 随后又杀掉了弟弟史朝卿 母亲心事 以及一干党羽 大乱了两个多月 死亡数千人 而安禄山的老将们 也不服从始朝义的调检 叛军此前取得的优势 又都灰飞烟灭了 而就在叛军内讧的同时 唐朝这边也好不到哪去 各地节度时纷纷发生兵变 走投无路的宿踪 只好再请郭子怡出山 然而郭子怡一到任 各地兵变就迅速地自动平息了 762年4月 唐玄宗和唐素宗 在几天之内相继驾崩 太子李玉和岳王李系的 攻斗大戏又上演了几十天 5月18日 李玉即位即唐代宗 762年10月 新即位的唐代宗李玉下令 对史朝义的叛军 发动全面进攻 30日 在洛阳北郊大败史朝义 史朝义仅率清齐数百东逃 唐军收复洛阳后 乘胜追击 连克郑州 汴州等地 史朝义逃往涂州 11月初 史朝义从涂州北渡黄河 涂固怀恩攻克华州 追击史朝义之魏州 再次将棋击败 史朝义的部将田成寺等 率军四万与史朝义会合 迎战唐军 涂固阳率军立战 将田成寺等击溃 追至昌乐东 史朝义逃至贝州 与其大将薛忠义和兵 三万南下迎战 禁止林青 遭蒲固阳苦兵袭击败走 此时 回合兵赶道 与唐军会合追击 在夏伯东南 又大败史军 史朝义逃往茂州 蒲固怀恩近为茂州 763年正月 史朝义刘田成寺 坚守茂州 自己率骑兵五千 突围北距幽州九元 史朝义走后 田成寺即开城投降唐军 蒲固阳等继续追击 史军至皈翼 史朝义败走范阳 范阳守将李怀仙 已经降唐 史朝义进不了城 其部下纷纷离去 史朝义锦率数百计讨奋广阳 又遭守军拒绝 只得北入弃丹 行至温泉诈时 李怀仙的追兵赶到 史朝义在重判千里 走投无路的形势下 被迫于林中自杀 至此 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 彻底结束 然而 大唐王朝从此之后 每况日下 再也没有迎来盛世的荣光 关于安史之乱的起因 时至今日 还有很多人 把罪责都推给杨玉桓 是因为唐玄宗 过于宠爱杨贵妃 才导致朝政荒废 发生战乱 其实 当时的大唐王朝 朝政腐败 奸臣当道 加深了内部的矛盾 军田制被破坏 导致农民流离失所 辅兵制被破坏 节度使不受朝廷控制 反正崛起 安史之乱是这一系列因素的集中爆发 一个王朝的命运 岂是一个女人可以左右的 您觉得呢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下期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